腾讯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徐正希 我是王玉文 九州天空城二已经在我额独家上线了 在刚刚开播的日子里 我们邀请到了男女主薛景空 风如彻本人先来揭开自己的神秘档案 狠起来连自己都怼 天起来彩虹屁都不够吹的风雪cp 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 我的名字叫薛景空 对 我是个秘书师 剧终的时间我应该是一百多岁 我是风如彻 十八岁 然后我是一个外头野蛮生长的野孩子 然后突然被拉进了皇宫 继承了皇位 就是莫名其妙就当上了羽皇 是我的爸爸妈妈 现在是女婿吗 基础资料解释得明明白白之后 就是他们揭开自己技能点的时刻了 关于这件事可真的是大写的一个 哇哦 膝盖都要献给他们了 我会发术 然后我会时间静止 可以瞬间移动 嗯 然后 会飞 强大技能 就召唤法杖 把手举起来 法杖就自动出场下来 哎呀 不好意思 召唤错了 应该是这个 不愧是你学景空 当得了贴心夫子 打得了恶毒反派 个人技能简直满点啊 莫非你们兰州大地的朋友都这么厉害 这个问题交给他的小朋友 风如彻来回答 画风突变什么的 就服他 风如彻就是比较会耍赖 然后偷东西 但是就是活泼善良善良 要是说技能的话 我有一个乾坤袋 里头能变出所有的东西 有有一个自拍相机 用自拍自拍相机 跟男主拍过几张合照 仿佛多拉A梦 用脑洞大开的风如彻 还会送专属道具 给他家夫子学景空 只是夫子感动之余 竟不小心揭开了一个扎心的真相 如彻给了我这个道具 我们称呼他小蜘蛛 其实就是传呼机 是一对情侣传呼机 只有一对 然后他的功能就像我们现在的 微信 夫子吃饭了吗 夫子今天我有看书 但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夫子你在干嘛呢 进去 我忘了一件事情 我在这部戏里面 没有自己用过那个传呼机 好像真的没有回国 拥有花式技能的两位主角 还有着爆棚的恋爱力 爹系男友雪景空 和小可爱女友风如彻 说起他们的恋爱答案来 真是甜的老夫 少女心泛滥 他是我的老师 是我的救命恩人 也是我的父君 我是他的小朋友 也是他的学生 我是他老大 薛景空嘛 就是负责感情戏 在这部剧里面 只有跟风如车一个人 就是表面挺冷酷的 但背后会做很多事情 通过视频 帮对方盖被子 就是我打开视频 看到对方有可能没盖被子 然后用我的法术 被子盖上了 看来两人在剧中谈恋爱的分工 还挺明确 不过到了剧外 就变成一个持续输出彩虹屁 一个自恋的同时 连自己都对了 男演员要负责貌美如花 是啊 那我就是代表性的人物了 薛老师最美 如仙男下凡 出城绝燕 世间怎么会有如此美的男子 对对对 仿佛那个雕刻般的容颜 万年秀的薛景空 造念秀的风路车 薛景空百般好万般好 特别特别好 任何我出现有危机的时候 他都会出现 心急 你在想吗 他是有超能力的人 对于风路车的一切 其实他是了如指掌的 他每一刻在做每一件事情 他都知道 所以每一次都是在 风路车有危险的时候 他会才出现 为什么他会提前去做这件事情呢 够了够了 请你们必卖吧 这狗粮要吃到什么时候 风雪夫妇 你俩还是赶紧听听 徐正希和王玉文给支的招 要想爱情更美好 成长建议不能少 温柔 一定要温柔 不能每天打打杀杀的 对夫子好一点 可以 我觉得可以加一个做饭的技能 因为薛景空是一个 很向往家庭温暖的人 别老用那个瞬间移动 少那个过程 这应该留点空间 给谈恋爱的人 春天就是要看 又美又甜的恋爱呀 九州天空城二 可以说是满足 我们对爱情的所有幻想的 不说了 特朗君要再去刷两边了 要一起恰年萌的朋友 别忘了每周四五六 二十点来腾讯视频追起来 VIP抢先看六集哦